好 这一点说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就相当于于这个查询才说完了 查询说完的话 应该就进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更新操作了 那在进行更新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想更新谁呢 就是更新刚才拿到这个用户 比如说我把它拿过来 就是刚才的这个user 我进行查询 查询之后的话 user的name我能够知道 相对应的这样的email啊password 通通的都是有的 有了这个用户对象 我现在想改变它的信息的话 怎么去操作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第一种方式是 我现在先给这个具体的对象 给它改一下名字 比如说我把它的name 现在给它改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把它的名字呢 改为python 改为python之后的话 我去操作一下 那这时候呢 当前也仅仅只是在你的对象当中生效了 并没有在数据库里面生效 那如果说我想要数据库里面生效的话 你去操作呢 还是DB里面的session 然后再add一下 把刚才你已经修改过的user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呢 它就知道 对于这个user 你进行个修改 所以呢 它就要去往里面添充了 所以我DB session add一下 add完成之后的话 要记着 我们还得进行提交 所以commit操作 commit之后 当前的话 我这里是DB session 写错了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DB当前这个user.name 我是不是已经改完了 改完之后的话 咱们重新再来 user拿过来 然后呢 user.name 当前是原有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咱们在user相对应的 比如说给它改一下 来给task的 然后呢 DB里面的session session当中的add 然后呢 对应的user 拿过来 在DB里面的session 然后呢 commit操作 把这个对应的提交 提交之后 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这个值 咱们直接slide一下 现在你再来看一下 当前的那个1的东西 是不是已经变为atcast了 所以关于是这样一点操作 这是我们所说的 然后呢 除了这样方式之外的话 还有哪种方式呢 他用这种方式就是说 我如果不想先查询出来 而是在查询的同时 就进行更新的话 能不能进行操作呢 实际上 在张国当时 是不是也有这种方法啊 还有没有印象啊 张国里面的话 应该是objects objects 然后你再进行过滤吧 过滤完成之后的话 后面再点update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相对应的 在这个circleacomit里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现在想去更新谁呢 我还是user user 优色里面的话 我进行一下相对应的查询 quare 然后呢 filter filter的话 这时候呢 我可以直接使用filterby了 比如说查询的更简便一点 有时候还说查询谁呢 比如说把这个name 这个name等于周的 name等于这个周的 给你查询出来 查询出来之后的话 我直接怎么操作呢 filterby之后 直接update 直接update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去传了 在这里面去传的话 是要去传入一个字典 你想在这里面去改变哪些值 就把它以建制度的方式 放到这里来 比如说 我现在想把它的name给你改掉 name给你改掉的话 我就把它name放到这 name 然后呢 因为是字典 所以建制度的方式 name想变为什么呢 比如说想变为python 放到这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没改完 你还想改什么东西的话 再往后走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email字段 也给你改一下 它的值改为多少呢 咱们给它改为 比如说就是python 然后呢 itcast.cn 我放到这 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它是在进行过滤的同时 就把它给更新掉了 所以此时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限区提交 提交之后呢 要去注意 这时候呢 仍然是得要去执行一下 db session当中的commit操作 现在add的话就不需要操作了 直接db session commit 把你刚才这累积的行为 去提交一下 提交之后 我回过头来 在我这里面 再来进查询的时候 看一下 周是不是就改为python 对应的email 是不是也改掉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通过这种形式呢 来进行 在一次的时候完成 这是关于它更新的两种方法 然后呢 接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 更新 更新完了之后 那如果说 我想要删除记录 怎么办呢 要想进行删除记录的话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还是我先去查询一下 比如说应该是 youser里面的query query之后的话 我get一下 比如想把谁呢 把编号为3的给你删掉 所以呢 我先把对象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怎么删呢 通过db里面的session 然后呢 有一个delete操作 通过这样方式 把你要删的对象 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在db里面的session 然后再kmit提交一下 提交 提交之后 我回过来 再来看一下 那当前里面的3号 那个尘 是不是就被删掉了 所以这是关于 它的删除的方法 就通过db session 里面的demit的方式 你想删谁 就把谁放到这里来 这是关于删除的方法 好 那现在呢 关于这个更新跟删除 我们也就说完了 更新跟删除 说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跟大家去提一下 提一下什么东西呢 因为在公司当中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直接 涉及到操作 这样的sircle 去进行更新数据库 那如果你一旦 直接操作到这样的 一个sircle去更新的话 切记 你一过查询的时候 还好说 增加的时候也好说 就是在那个更新 跟删除的时候 是不是比较麻烦啊 所以那这时候的话 怎么去做呢 通常情况下 有一种方法 比较合适一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无论是进行更新也好 还是delete也好 最终你可能不是 对所有记录进行更新吧 所以那怎么办呢 你通常情况下 如果写习惯的话 你说的我要更新一张表 是谁呢 tbl users 是更新这张表 然后呢 再set吧 set的话 比如说我想把name 给你改为什么东西呢 给name给你改为sd 改为深圳 然后呢 手一哆嗦 就记住说要设计这个值了 但是条件什么都忘写了 这时候的话 你直接往这分号一写 一挑的话 所有的记录 是不是都被你改掉了 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说了 是不是最终后面 得有一个wire条件 自己能过滤啊 到底你想更新的是 哪条记录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那相对应的delete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 delete from 然后呢 应该是tbl users 是不是这张表 然后呢 再wire一下 删除哪个东西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通常情况下怎么去做呢 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首先你要去测试一下 你的wire条件 对不对 怎么测试呢 查询 你比如说 我现在想要进行查询的时候 就是select from thing 然后呢 wire from thing 应该是tbl users 我想要去看一下它 我现在想要进行更新 那更新的话 我要去测试一下 测试前呢 测试wire条件 如果测试wire条件的话 我就通过查询来进行测试 我现在就来看一下 想要测试的就是说 id为3的 id为4的东西 我想要进行更新操作 好了 那我就测试 你把所有的条件 通通的全放在这儿 补充完成之后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进行一下查询 找一个s 我进行一下查询 查询之后 然后呢发现 这个给你列出来结果 如果真的是你要更新的话 那就代表你的wire条件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之后 回过出来 再往上翻 翻完之后呢 把前面的东西去掉 wire条件保留下来 你再update一下 然后呢 把wire条件放到这儿 该补充什么东西 就补充什么东西 比如说 我想把它的name给你改成 这样的一个 对应的s 刷到这儿之后的话 再来敲一下 这时候你再更新的时候呢 怎么更新 也不会出现问题了 那相对应的 你的删除也是这样去写 尽量的话 先去写一次查询 把你的条件post完成之后 再在你测试的条件基础之上 来去删除 否则情况下 你真的手艺哆嗦 那就是后果自负了吧